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政治环境和经济因素影响 原计划的两架只生产了一架 在苏联解体后由乌克兰继承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载重能力方面 I-225全面碾压各类大飞机 长84米 高18.1米 翼展88.4米 最大起飞重量达640吨的巨型飞机 至今依然是全世界尺寸灯位最大的飞机 由于配备了6台涡扇发动机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为850千米每小时 最大续航里程超过15000公里 巡航中内下每小时耗油量约16吨 I-225的货舱设计将红颠性能发挥到了极致 安东诺夫设计局创新采用了可上线的先兆货舱门 I-225机舱和机顶载重分别高达250吨和200吨 能够同时运载80辆家用轿车 力量运载卡车 泡山机械 特转工程车辆 甚至是轨道交通车辆 这在运输机中并不多见 不过I-225具用价值实际并不高 巨大旗飞重量下机场必须拥有一条3500米以上的跑道才可以 世界范围内有这个条件的机场都没几个 2013年11月29日 I-225曾经降落在石家庄机场 其了解 石家庄机场赢得了货运代理人及航空公司的青睐 I-225飞机8次飞临中国全部选择石家庄机场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佟导演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这位新机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老眼大设计